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度不断升级的公演舞台 进而争夺宝贵的成团名额 芒果的文案 舞美 选举编曲依旧在线 浪姐4首播热度和话题直接拉满 在综艺节目整体大环境并不是很有利的前提下 浪姐4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节目上线后 热度持续登顶 播放量已经破6亿 姐姐们贡献了一波又一波的热度 社交媒体彻底被盘活 王欣灵的火爆出圈直接带动了浪姐3节目的复苏 这也让浪姐4坐收余翁之力 节目招商情况有了质的改变 目前共有10家金主入局 包括一个独家冠名 5个合作伙伴和4个行业指定 对于姐妹们来说 能够拿到浪姐4的入场圈 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资源找到你 这些资源从节目官宣的那一刻已经在酝酿当中 浪姐4目前仅仅播出了一期节目 但是33位姐姐的镜头分配并不均衡 节目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而在节目之外 33位姐姐的资源也明显在拉开 汉的汉烙的烙完全折射出了娱乐圈的现实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共有8位姐姐官宣了新商户 她们分别是Ella 卢靖山 刘亦云 张嘉妮 刘希君 刘亚瑟 朱朱和龚琳娜 节目中的人气王美伊里牙 谢娜 邱子炫等姐姐目前还没有得到金主的青睐 《浪姐4》参与录制的33位姐姐中 Ella的商务资源最好 排名十足 成为姐姐中最大的赢家 作为《浪姐》系列的独家冠名品牌 该品牌每期节目开播前都会官宣推荐官 而有了推荐官身份的加持 在节目中就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 那因宁静徐梦桃等姐姐就是很好的例证 今年冠名品牌在节目开播前指 官宣了一堆推荐官 Ella很幸运拥有这一身份 《浪姐4》中Ella第一个出场 责任秀镜头出彩 出台排名第一 团建活动又当了主持 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 Ella很可能就是本季节目最终的C位 不仅拿到了冠名品牌的推荐官身份 《浪姐4》的两位合作伙伴也都不约而同的向Ella抛出橄榄枝 Ella又解锁了品牌代言人和品牌大使两个新身份 此外《浪姐4》的行业指定品牌也提前预入了品牌的新推荐 文案内容已经很明确 这个人大概率还是Ella 看得出来金主们都很看重Ella的国民度 也相信Ella在节目中会走得更远 除了Ella拿到品牌大使的身份外 卢静山和刘亦云两位姐姐也获得了《浪姐4》合作伙伴的邀请 成为品牌大使 两位姐姐外形阳光健康 出舞台均排名前五 在节目中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都具备拿下成团位的实力 进而也获得品牌方的认可 卢静山在出舞台的表演经验众人 她也成了33位姐姐中的一匹黑马 她带着宝宝来参赛的故事 也鼓励了很多的职场女性 品牌为电影直接找到卢静山来出演角色 《浪姐4》节目播出后 张嘉妮凭借着颜值快速出圈 节目中她咽压群芳成为门面担当 节目之外张嘉妮成了品牌的宠儿 三大品牌快速出手和张嘉妮 达成合作 两个代言人和两个品牌大使 资源拿到手软 看得出来离婚后的张嘉妮 专心地搞事业 整个人状态回升 在《浪姐4》中非常的强劲 人气不断地飙升 品牌方也看到了张嘉妮 背后的商业价值 《浪姐4》主题曲上线后 《银黄娱乐》一众艺人集体录制视频给刘亚瑟打call 这位香港金像奖影后赢在了起跑线上 《浪姐4》节目组自然高看一眼 出台第一个出场表演 镜头多 存在感情 话题讨论度高 刘亚瑟本身具有影后的光环加持 来到《浪姐4》继续镀经 影响力大大提升 品牌方也看在眼里 一个品牌大许和一个青年代表身份直接到手 演员朱朱在《浪姐4》首期节目中存在感十足 一个圈二人的人设让她处于风头浪尖 不仅打开了知名度 话题关注度也快速提升 朱朱成为了母婴品牌的剧友 李彩化和邱慈炫的顺迹同框 最后赚到了真金白银的居然是猪猪 《浪姐4》在《浪姐4》出台继续放大招 一首戏曲版的《爱如火》引发了热议 她对音乐的专注和对舞台的态度打动了很多人 节目播出后 《浪姐4》公灵娜老师人气飙升 品牌也找她来演唱推广曲 舞台硬实力为公灵娜争取了更好的资源 《浪姐4》节目还没有播出前 谢娜、刘希君、贾静文、蔡绍芬等姐姐 已经提前成了话题担当 人气非常旺 但是金主们表现异常的冷静 目前刘希君拿到了化妆品牌新推官的称号 谢娜仅仅在节目中获得了口播的机会 贾静文目前还没有官宣任何的新商务 来自日本的美伊里亚凭借出舞台表演 逆袭成为黑马 整个二次元为她摇旗呐喊 网络人气排名断层第一 票数超过4000万票成了浪姐4不折不扣的人气王 遗憾的是 人气王美伊里亚和王兴林一样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芒果的捧人计划中原本并没有他们 而金主们也押宝失败 人气王直接受冷落 不过美伊里亚出圈后 芒果在最新一期超前营业视频中 已经改编策略 标题直接是美伊里亚清唱 镜头有所倾斜 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 接下来美伊里亚的商务资源也会跟着起飞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浪姐每季节目播出后 观众除了关心姐姐们的镜头展现外 还会格外的关注中叉情况 对于姐姐们来说 拿到中叉意味着获得金主的认可 节目中自然会被后代 镜头故事线都会比较出彩 浪姐四首期节目中 卢靖山和曾可妮两位姐姐 幸运地拿到了中叉 卢靖山出舞台成绩抢眼 好感度大大提升 曾可妮表现平平 镜头独到 让其他家的姐姐的粉丝羡慕 很可惜的是曾可妮的大部分镜头都是无效输出 她还需要用舞台来征服观众 对浪姐四姐姐们的商务资源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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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 C